孤单的加分 皆非担保天 到底铸丧命 因为有好牌 玩玩子等游戏 三一人被控的APP 看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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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朋友 我悄悄过去又来听懂懂 那蓝天的光芒 轮帆轰着我 金冬塔巴 四宁天马 曾耐心又嫁祸 拼多多 别担心哪有折祸 看别拼多多 刷牙 勇于能转耀 拼别看多多 心理日喜夜 若洗不干净 再给你家的烂月可以 朝鲜战兰是一分不错 Oh 小米 新银牌的电视售价两千多 整顶的小米 派 金瘦八百多 刚加新款 索尼4K 三星 全冰净 手放箱几十个锁 Oh 跑 A 拍的手机 你伪装的不错 爱抬开的手机 正宗的瓶末 微微微 哦 是啥东西谁来告诉我 买酒才用大葱帽中发火 你若让口气 看见空想唱松你 那阿波大寺 还有夜灵太炎痴 于是芳花点 尺寸腾病毒片蜜 图片是无绝对移民 噢 刀剧电关 冲击娃娃 彻底泪云我 暗不熄二十代 八二十空带 刀版书记范围 表示寒十字传笔 看护我 真是无语 抗给抗多多 普天该给的家伙 抗给抗多多 腾讯投资的蜡色 我们来听听 他们谎老板杂说 他说年轻不应该把握 Oh 买的都是真的 山寨不能算家伙 是商家在收买 故事兵多多 山寨假货是社会问题 人性的问题 不是他们的问题 自从上了拼多多 再也不用担心了 因为里面全是假货 还有网友就说了 这拼多多上市 让中国打假倒退了二十年 对此呢 7月31号的下午 拼多多在上海总部召开了发布会 联合创始人达达和黄征先后出面 对外界具体质疑也进行了一一的回护 对于假货的问题 创始人合伙人达达就回应了 假货是人性的问题 假货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 要三岁的拼多多承担不公平 好一个人性的问题 好一个社会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说呢 你这句话就是一个万金银 不过可笑的理由是 你作为一个平台 你对于它的监管力度 是不是应该抓大 你负责监管 你负责销售 难道不应该看看他们的质量 没有任何理由 你负责销售